民进党败选检讨除了内阁改组声浪之外 在党主席改选的方面传出副总统赖清德 向蔡总统表态有意参选 不过赖副总统办公室强调 目前还没有正式拍板 对此担任检讨小组召集人的郑文餐认为 相信最后的安排一定是好的 不过另一方面学者质疑 内阁改组的时间点安排在1月中太晚了 可能会增加民怨 也有学者认为民进党最慢在年底 就会启动内阁改组 要挽救吴怡农的选情 前程参拜 副总统赖清德来到嘉义城荒庙 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不过大家更关心 副总统是不是有意参选民进党党主席 一度传出赖清德向总统表态 有意参选党主席 虽然目前还没定案 不过党内对此乐观看待 那党务的团队 如何凝聚各方的力量 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 那确实是需要全党的智慧 那我相信最后的安排都会是好的 检讨小组召集人郑文灿 没特别表态支持 似乎还不想太早选边站 除了党回要改选 内阁改组声浪越来越高 府院高层开完会后 定调令院会期结束后再来调整 但台湾民意接近会董事长 游云龙认为这只是缓兵之计 担心民怨有增无减 学者纽泽勋认为 如果吴云龙选情告急 那最满年底就会提早改组 就选情 本市也推估若要改组 一月的可能性最高 其实只剩下一个多月 因为必须处理完立法院的预算 那民进党呢就是 实体赖眼 人家未留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未留谁 就留下来了 从党中央到行政院 权力核心重组过程 势必有所碰撞 至于时间点是否要加紧脚步 且看总统如何运筹帷幄 记者蔡崇吴 林静静欢为蔡嘉义台北采访报道